台词宫底是检验一位演员演技高地的重要因素 所以演员在剧中是用原生还是配音 往往会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 有哪些离开配音真生幻灭的明星呢 又有哪些使用原生依然演技才新的演员呢 这里是夏天雨子香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看一下 失去配音 演员的台词宫底如何吧 众所周知 影视剧中有很多演员都使用配音 像乔诗宇 季冠林 边疆等人 都是我们非常熟知的配音演员 明星选择配音的原因大多是 本身嗓音与角色不符 比如关小彤 她的声音较为沙哑低沉 再加上一口浓重的琴枪 可谓是十分有特色 因此在出演古装剧时 关小彤大多需要使用配音 来弥补声音上的部品配感 例如风球皇以及我就是这般女子 这样一个人物落入我公主府当中 还真是有志不能输 这样一个人物落入我公主府当中 她真是有志不能输 但对于现代剧 关小彤就启用了原声 《极光之恋》剧中 除了其各种狗血桥段语音声 还有关小彤一度因为水壶烧开 时哭泣受到诟病 据行李 女主韩仙子依靠VR技术 转回记忆后出现了应急反应 关掉声音 单看关小彤的肢体语言 还是十分显实的 只是关小彤的尖叫声过高 甚至于哨子以及水壶烧开的声音 有一曲同工之妙 这一段明明是抠戏 却让观众笑了整整三分钟 类似的 唐烟的声音天生清脆 甜美软糯 自带小奶音 因此在出演成文大吉的角色时 难免用上配音 当年的紫萱就是如此 演技气质再加上配音 紫萱成了多少人行中的白月光 可以说是出道极巅峰 千万不要发呆地盯着一个女人 要不然 你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她 但是随后 唐烟却踏上了现代剧之路 《克拉恋人》里 唐烟一形容原生 就暴露出了台词问题 正能话下来 许多地方吐辞不清晰 一旦这些字幕 很难听懂她在表达什么 如果说这一段 是为了表达兴奋 可即使是归去来里 较为悲伤的片段 唐烟也有同样的态词问题 同为八五大花 刘诗诗早年也大多依靠配音 比如《仙剑三》 《步步惊心》等 后来刘诗诗 在电影《绣春刀》里 使用了原声 来暖香格 花的钱不上床的 就你赌一份 当时被不少网友诟病 声音沙哑 有气无力 此外 她原本的声音 还十分软萌 与许多角色无法弥合 可她的父皇 却胆小懦弱 连出来看她母后一眼都不敢 所以在那之后 刘诗诗放下了所有工作 安心念台词 后来在《纳宁青春》 《我们正好礼》 观众惊奇地发现 刘诗诗的人生 进步了许多 这时的我们 已经失去了年少时的勇气 虽然任佳伦的演技精湛 但飞客般出身的她 始终存在台词方面的短板 她的作品大多是由张杰老师 负责配音完成的 包括锦衣之下 以及《大腾荣耀》 欲消器官宣时 观伯放出了两位主演的 台词音频 除了我身边 天涯海角 碧落黄泉 我都不会给你容身之数 可就是由于这个音频 任佳伦的台词功底 受到了质疑 观众评价道 任佳伦的声音显得声色 暴露了台词功底差的事实 希望人家伦多多练习 夸足成长为演技和台词 俱佳的演员 2018年 引起攻略在手机当杀屏 剧中那个敢爱敢恨 极傲不驯的魏颖洛 一举捧红了吴景言 而当年魏颖洛的走红 除了演员的演艺 也离不开配音的功劳 我 魏颖洛 天生脾气暴 不好惹 这句霸气侧漏的台词 一下子让吴景言深入观众的内心 但随着爆红 吴景言有了越来越多的演技机会 也在更多种多样的戏份中 快速暴露了演技差的事实 在都市剧《你是我的答案》中 吴景言的原生台词十分僵硬 表演痕迹过重 瞬间引起了大批观众吐槽 饿死我了 我一天一宿没吃东西 就喝酒了 就算在新剧《震惊春》里 台词功力仍旧未见长精 说话的时候总是摇头晃脑 让观众难以接受 从全网爆红到如今的收视毒药 吴景言令人唏嘘 相比起《山河令花絮》里的原生片段 让观众夸奖 龚俊在新剧《你好火焰栏》里的原生 却引起了争议 剧中 故事刚开始便是主角遭遇了交通事故 身为消防员的龚俊扛起了使命 但他的一句台词却瞬间让观众出了戏 孕俊过最小空间时 会对孕俊产生一厘米的挤压 不少观众表示 龚俊在这里的台词太过声音 像是在心里挤出每一个字 消防救援在乎的就是每一厘米 不过对于龚俊出现的台词问题 也有熟悉龚俊的粉丝进行了解释 可能是由于龚俊当时刚摘了牙套 再导致出现了问题 吴亦凡的原生台词被网友戏称为自带电影 在电影《原来你还在这里》的片段中 他把深情的男主陈征演得像一个角色犯 所有的演技都是用来吼出台词 被观众调侃吼出了电影 还有有赛的网友将其通了电 制作成了鬼畜视频 十分洗脑且搞笑 郑爽的原生台词令人无法相信 他竟然能在北京电影学院顺利毕业 他的问题在于发音咬字一团糟 一旦语速快起来 推音连读也十分明显 离开了配音的郑爽 可以说是没有台词功底 如果说十年前的初雨寻还算清新自然 可后来 郑爽在一次生日会上 为一起去看流星雨现场配音 虽然他的本意是怀旧 可他的配音却打碎了许多观众的童年丽星 此外还有许多堪称中文实际听力考试的片段 一旦没有字幕就完全听不懂 当然娱乐圈里也有许多原生情感 强过配音的优秀演员 李沁从小立席昆去 不仅培养了一身古典优异的气质 还练就了超强的台词功底 楚桥传中的袁淳是理性最为出现的代表作 而他就是凭借几段原生台词 令所有观众心碎以及赞叹 首先是袁淳带兵攻城的戏份 随着他给我杀的一声令下 大群压城的气势扑面而来 给我杀 然后是被侮辱后的场景 在极致悲伤的情绪下 他的一声声问责充满绝望和愤怒 渗入到了每个观众心里 最后眼神造反时 袁淳不惜放下公主的身份 急性崩溃地拉着眼睛的衣角 哭哭哀求 理性演技爆发 每一句原声都让人震撼 杨子同样用实力征服观众 但片电影《许愿》中 杨子需要连续说20分钟台词 而导演赵薇评价道 不光是表演还有台词 完美地做到了一条锅 《香蜜》中 亲密与润欲对制止时 也有大段台词完美呈现 声声控诉下 他的情绪层层递进 还有电影《烈火英雄》中 面对未婚夫的牺牲 杨子一边要坚守岗位 强忍悲痛 一边又濒临崩溃 随后一句话就让影院 所有观众泪目 此外 虽然杨子90%的作品 都是先由他最喜欢去配音的 但也有不少现场的原声片段 情绪更为饱满 比如《香蜜》中 《道地溺满的那一声凤凰》 再比如《天机之白色传说》中 在此学会飞烟灭之时的 一声一声呼唤 《香蜜》中 罗云西的台词也令人惊艳 润欲的几句经典台词 让观众久久都无法忘记 在琴蜜还不知情爱的时候 和润欲有了婚约 当时润欲曾对琴蜜说过一句话 一番台词情深且长 令人刻骨铭心 当润欲与母亲相见时 他说 但除了深情和令人心疼 润欲同样能够霸气 当时使用尽数的润欲被徐凤发现 他充满杀气地说 罗云西的台词功力成就了润欲 也成就了他自己 此外还有一类演员的原生台词 保贬不一 相信每个观众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杨幂的声线十分特殊 辨识度极高 入行三十年 杨幂算童心一步步走红 然而他的台词功力却一直备受质疑 直到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世力桃花》 受到了所有观众的好评 从素素被挖双目的花絮片段中 即使抛开配音 也能感受到杨幂全方位的演技 有观众评价 杨幂本身很有爆发力 不过也有观众认为 配音版比较能够带入情绪 孙丽的演技慕庸置疑 但声音是他的一个短板 拍摄《甄嬛钻》时 导演认为孙丽的南方考音会影响剧情 最终选择《非原生配音》 也是无奈的扬成必端之举 后来孙丽胡连台词后拍摄《明月传》 虽然导演在思虑后仍旧选择了《非原生配音》 但花絮中孙丽的台词已经颇有进步 直到那年花开月正元 孙丽终于启用了原声 一举令人惊艳 从无平倒下到盖棺 孙丽绝望的呼喊让人泪流满面 叶阳千玺从顶流偶像到实力演员 一路势不可挡 无论是《少年的你》还是长二十二时辰 成绩斐然 和他却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受到了争议 许多场景里他发挥了出色的演技 让人感受到绝症病人的脆弱与敏感 但也有个别片段被人质疑 气泡音十分出戏 不可否认的是 新演员杨千玺的演技值得赞赏 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期待他更加精彩的表现 影视剧使用配音其实有许多原因 一是演员本身的局限性 比如《真环传》里在少分眼的皇后 有着语言的差异 二是现实因素 许多演员的声音不能够与角色相适配 三十部分演员的专业素质不合格 不过如梁超伟所说 声音台词是表演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再好的配音 有时也难以达到演员在某些情境下 原生里的情感 有的时候 演员就是在用声音演戏 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重视台词 精进自己的台词功力 下面将门 你们如何看待失去配音后演员的演技呢 你们还知道哪位拥有优秀台词功力的演员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作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